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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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算是香港 都幾大型的壁畫項目 因為壁畫是很長的 我覺得都幾特別的 因為天星碼頭原本是深綠色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色彩 去美化這個地方 令這個碼頭很色彩 很開心 很有活力 剛巧碼頭的壁形 對上面的窗口 就有一個圍港景色 我自己都經常畫香港的建築物 天星碼頭 有很多香港不同的地標 我經常在我的筹畫裏面都會出現 你看到窗外面的風景 以及下面的壁畫 都是對的 你出去見到IFC 你都會在我的幅畫中 找到IFC出來 我平時畫的東西 都有很多動物 有很多超現實的東西 好像海豚在天空上面飛 因為香港有很多海洋生物 有一些小鳥 代表香港的動物 我都畫了在幅畫裏面 我畫了龍舟 即是代表端午節 我都加了很多香港品牌的元素 另一個碼頭 就會有360元素 即是一個遊戲 電話搜尋了 之後就會看了一幅360度 可以用手機看到的一幅策畫 我小時候很喜歡畫很密集 很開心的東西 之後我去了外國展覽 外國人看到我的畫 就會覺得很特別 因為很少看到一個地方 會這麼密集 那些大廈 所以他們都很喜歡我建築的風格